大家好,我是摩洛哥,华侨小杨 今天状态不是很好 主要是我们昨天夜里 大概是摩洛哥时间的11点半左右吧 发生了大地震 我们是在拉巴特这边 我们是在离拉巴特很近的沙磊 应该算是拉巴特这块 这边呢,那个震感还不是明显 主要是震中在南部城市 马拉卡石 我这个视频呢,也不是说给大家介绍什么地震什么的 我就报个平安啊,没什么事 我当时11天多呢,坐这个房间里边 我就感觉啊,晃 然后我还以为我的桌子不稳呢 我桌子那个水杯啊,晃得厉害 里边的水啊,都出来了 出来之后呢,我说怎么回事呢 再过一次,哦,我知道了,地震了 然后呢,我跟我老婆脸呢,就 因为我老婆那个,你看着我这样子 只要我,我老婆脸就快五十了 就快,真的,真的快五十了 你让他下楼啊,我们在五楼,在下楼这块太费劲了 怎么办呢,干脆我们俩躲在墙角上 然后把那枕头搁上吧 我怕楼顶落下来 因为你楼顶真的比较厉害,楼顶晃厉害,楼顶掉了 就就歪了 再说呢,我们在最高层,五层是最高层 就算是真的,它是从上往下塌 啊,我们有一些活下来的机会 所以我们俩那个,把枕头顶脑上啊 在墙角等着 过了一会儿呢,就不震了 啊,不震了,基本上我知道啊 就,就,就,就问题不在 我们俩赶紧,就是那个 岳母,岳母啊,用那个门禁 给我们响亮,告诉我 赶紧下来吧,别,别在屋里待着吧 不安全 我心里想,即使我们这最安全 你楼下,你,楼下那边楼啊 离得都比较间距,都比较近 你这,万一楼倒了 你,或者砖头甩下来 你怎么弄,对吧 啊,好在,基本上我那不在就晃了一下 啊,你,呃,然后呢 我这时候就电话就不断 南部很多朋友给我打电话 说那边楼也倒了 好些个楼,楼都出现问题 啊,然后呢 我就琢磨了这个 呃,会不会那个 这个,就有朋友去世呢 我在群里发 我在摩托哥群里也发了很多 也没有什么大的事情 基本上就这样啊 然后预报大概有七几 七几一几吧 镇中是在马拉喀什 呃,下边大概十公里左右 呃,而且呢 那个海边呢 那个,哎,我,我乒乓的海 这这拉巴特的海边的鱼啊 哎,上岸了 哈哈哈哈 一下也行,再会梦掉了 哎,好人捡了点鱼回来 啊,基本上 这就天亮是我知道的情况 呃,南边呢 现在据说有七百人左右去世了 还是比较厉害 到现在为止 应该讲那个 呃,我朋友呢 因为他是他那个 在南边马拉喀什那边也比较严重 他也从房子里出了 出外边了 因为呢 夜里两点钟又一次震动 不是很厉害 所以呢 他担心呢 这个万一 这带有大的地震 或雨震什么的 呃,他呢 也出来了 基本上 我呢 我从夜里到四点多 三四点钟 你看也没震 也没地震了 你这 外面凉了 零下 半零下 十来度 我都穿一小背 英怪冷的 我一看我跟老婆说 也没骂事 我们就回来了 基本就是这个状况 啊 我给大家报告平安 啊 没啥大问题 房子呀 我这也没 没有倒 也啥都没有啊 南边这个比较厉害啊 有有 有朋友可以看一下 南边那些视频 好 我先就说了这 谢谢大家